台湾影星林青霞和香港富商行李员的婚姻在传婚变 有媒体爆出林青霞因为无法忍受丈夫有外遇 早已经离婚并且拿了大约10亿令吉的赡养费 恢复单身生活 消息传开之后迅速引起热议 可是直到目前林青霞都没有对事件公开回应 根据《静周刊》的消息 一名一线女明星在一场聚会里爆出 现年63岁的林青霞已经静悄悄地结束24年的婚姻 和行李员离婚并拿走了20亿港币 相等于大约10亿令吉的上养费 消息指出林青霞是基于孩子已经长大成人 加上终究无法忍受丈夫有外遇 因此才会选择结束这一段婚姻 实际上在2012年 行李员就被爆出一直很想要一名儿子 以便可以传宗接待 可是林青霞在这些年来 只为她诞下两名女儿 因此两人的感情开始出现变化 之后 行李员更被爆出有外遇 而对方也为她生下一名儿子 由于这名爆出林青霞离婚消息的女明星 在演艺圈十分有地位 加上林青霞又在传出婚变 所以不少人都认为 这个消息并非传言 震惊整个娱乐圈和名流圈 再结束 再结束 再结束